疫情有多严重有多恶劣大家都心中有数 Omicron对于人类的影响不止是生理和心理的健康 还更实在的是经济民生 这一刻的香港虽然未至于百费代兴 但是百业萧条的局面已经不断浮现 如果疫情再持续下去的话失业率肯定会飞升 倘若楼市股市都差不住香港就会沉沦 后果真是不堪切上 在极其严峻的疫情之下 马会仍然守得着马照跑这里最后的防线 战意比起乌克兰人更加顽强 始终一门营业额每个月平均过百亿的生意 不是说放弃就可以放弃 在赛马核心的内围外围 受到影响的人多得难以估计 话虽如此但放弃的人仍然存在着 由2月11日开始两星期之内已经有23匹的赛区退役 等于平均每日有接近两匹马的马主不再仰马 情况不可以轻微 无疑对比现役马总数有1200多匹 23匹仅仅是占少数 但在某程度上也反映出 随着经济转怀减三不必要的开支 正正是有些马主来应对疫情的一种心态 所以知道这23匹马是来自不同的14个马房 引证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而就算受到伤患又或者疾病影响的马匹 在一段时间治疗和休养之后 有机会康复重返赛场 但是马主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经济这么容易赚钱的时候 愿意一路支付养马费 以换取马匹可以复原的一刻 说起马匹退役 竞马在之前曾经亦都以这个专题形式 报道了一些马匹 在香港退役之后 转到外地恢复出赛 取得理想的成绩 例如早前在澳洲赢马 曾经同场串凹的好好马和达隆区 其实香港的退役马 也不一定要出赛才可以扬威海外 就以征梭王为例 当年在谷草的长途屡创佳迹 退役之后转战了马述界 结果在2013年的8月初 火白香港的选手何远恩 以15岁的高龄 凭总分48.2分 大幅抛离包办亚贵军的泰国对手 赢得国际马联亚洲三项錦标赛的个人赛 人马双双创造了生涯的第一次 征梭王当日是以新西兰的PPG身份 在香港展开竞逐生涯 服役了四季30场出赛 赢了8V6个位置 总赚金接近680万 是当年其中一批菊草长途的桥楚 本身由第四班开始扶要直上 曾经单季里面四场赢菊草2200米 成为了马坛的一时佳话 在退役前的一季 征梭王除了攻陷了田草一班千八米之外 亦都在桂名的遮打杯一级赛上名 仅仅以一个马位 不敌头二马爆冷和自由行 上来是征梭王的爆冷 就是在斗着征梭王 爆冷仍然领盈着爆冷 跑第三名之后 想的就是自由行和征梭王 隔了没多久 征梭王就以本身创了115分的评分 光荣退役 转型成为了马述的赛区 亦都取得不错的成就 另一匹前东扣的赛区 外号黑旋风的和道区 本身在澳洲新南米意思是养老的了 但之后就被专门协助香港退役马的 Hillville 纯种马公司 安排转到其他地方 接受训练成为了表演马 揭开了生涯的新一业 一身黑色的和道区 当年首季在香港服役 9场出赛 零奖金 但在第二季就来一个大爆发 交出了6V 4A 3个桂军 总奖金接近800万 马林中间真先生接近中年和道区 在里面 本身擅长就以旋风式的后径 赢菊草的千二米赛事 还有2016年的季初 首场出赛 落败之后不久就退役的好好胜 现在都不时参加澳洲的马术比赛 也都取得理想的成绩 他的马主之一 是马会其中一位十二大董 杨绍迅 他同时是一代泥地王 好好计的合伙马主 另外 香港马术总会 现在都设有 香港赛马会最佳退役马奖 和新进退役马奖 马匹退役之后就以私马术界 等于是没有离开过马坛 即使是转做二仗马 但实实他们还留在马场里工作 香港的退役马转行服务人群的例子 历史是少之又少 曾经在2002至2007年期间 在香港出赛的自购马 白俊属于故中的二数 他在香港累积了出赛79场 赢了6场有15个位置 还有总赚金635万左右 就被安排退役 外好的东方游戏 就是在斗着白俊 白俊跑铁 东方游戏跑铁 跑铁三十名已经上车 之后就运上内地接受训练 最终 是以骑警马身份 在大连出勤站江 一时就在市内指挥交通 一时就协助维持秩序 他的拍档据报是一位女警 这样人马就更加受到人家关注 时至今日 白俊的马车女先生已经不在人世 而白俊还在不在世 这一点真是不得而知